快閃台灣野樓地質公園正式開始 這裏是一個以海色地形和岩石地質景觀文明的自然公園 除了用奇景兩個字來形容眼前一切 我真的沒有更貼切的形容詞形容 公園內最著名的景點包括有女王頭、翹皮公主、豆腐石等等 如果你喜歡到處玩,記得訂閱、讚好、留言我們頻道 假如你是第一次觀看我們頻道,首先我先介紹自己,我叫Frankie 平時在香港乘坐巴士乘坐得多,台灣真的比較少 今天我們要去野樓,Google叫我們乘坐巴士 我們現在在等一百一五的巴士 這些channel巴士的感覺好像旅遊巴一樣 Google Map說要坐一小時十五分鐘才到野樓 似乎這個地方是很遠的 閃下眼就坐了一小時車程 相對台北,很明顯這邊的高樓大廈是偽少很多 由台北出發,大約用了一小時二十五分鐘便會到達這個公車站 下了公車,從公車站往後走,轉左便會見到路口 走進去便會很快見到夜樓 好搞笑,是周董,不知道有沒有爺爺跑的殘邁 由公車站走十幾分鐘便會到達野樓地側公園 至於門票,傳票是一百二十元台幣,半票是六十元台幣 半票條件是學生,兒童六歲以上 或未滿十二歲,年滿六十五以上都是 入場前,會見到遊行中心 清楚顯示整個野樓地側公園的地圖 今天,野樓最主要是來看野樓女王頭 被列為十大世界不可思議的地點之一 現場所見,也有很多旅客慕名而來 現場所見,真是人山人海,比美西門町那麼多人 真是水舌不通 由入口處走大概三分鐘左右便會來到這個位置 在你的眼前,除了平靜的大海之外 還會見到一層一層的沉積藍在你的右手邊 在這層木椅的左手邊 走上樓梯便會見到這個望遠鏡 而望遠鏡入面的景色 正正就是這個白漢不厭的畫面 在望遠鏡位置,走上幾階樓梯便會見到這個展望台 上到觀景台這裡,鼓陷下面 尾不聲修的風景簡直震撼我的眼球 站在這個位置,左手邊可以看到海色的奇觀 而右手邊可以看到碧綠無比的大海 即是令人嘆為觀止 野樓地質公園分開三區 我們首先去第一區,尋找趙皮公主 剛剛我們在IG看到有人在野樓這個位置拍照 當時我就在想,咦?這麼像沙漠? 來到這裡真是大開眼界 野樓地質公園是一個以奇藥 海色地形和地質景觀聞名的自然保護區 走了這麼久,終於找到我們第一個的景點 這個就是超皮公主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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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怎麼看都想像不到她像公主 原來要用這個角度45度角的看上去才是超皮公主 其實野樓地質公園的岩石 是由海水中的沉積物和地下活動形成的 經過長時間的歲月洗禮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到這個這麼獨特的岩石景觀 雖然這裡的景字真是 你想像不到的這麼漂亮 真是可以看好久都不會完 但是呢,因為前面還有很多很美的景 在等著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要Let's go 我們現在就去第二區 野樓地質公園 曾經被CN等多部國際媒體報道 亦都被譽為地球上最似火星的地質環境 不僅是獨特的岩石 更是網紅的打卡熱點 而第二區有很多著名的岩石 一定會輸到頂頂大名的雷王頭 年青的時候其實都來過野樓一次 但是當時真的不懂得大自然的味 今次再來多一次,別有一發滋味在心頭 野樓女王頭超過四千多年歷史 遠看你會見到一位優雅的女王的側面 髮型、額頭、鼻、下巴 你都可以清晰我見 但是近年來呢 女王頭隨著時間的風化 逐漸消瘦起來了 野樓公園傾向北造人為保護 如果你還沒見證過女王的真面目 快點擺個時間來這裡看 在這裡吹海風也覺得很舒服 眼前就是仙女孩 仙女孩其實在野樓有一個傳說館 傳說中仙女孩是仙女和海龜精打鬥時所遺留的 很累的時候可以來到海角休憩站補充一下能量 我們叫了一支台灣腸 很開心啊 很喜歡吃台灣腸 熱辣辣 但很搞笑 他叫這個做Hot Dog 野樓地質公園第三區 走過園區80%的面積 經過千萬年來風吹日曬 這裡有包羅萬有的獨特風景 在海角休憩站的旁邊會見到一條樓梯 看看我們現在向上走 Let's go 真是天有不差之風雲 突然風雲變色 整個海都是白頭浪 剛剛看到這段路 我覺得自己好像在走山一樣 現在我們繼續向著燈塔那邊的方向走 就會見到海蝕埃和海蝕凝壁 我們下一集去野樓燈光 野樓燈光建於1967年 亦都有全台灣最美燈塔的尾遇 位於第三區 由於距離較遠 想要來的遊客相對較少 這個位置真是比較實秘 站在燈塔這裡 可以看整個基隆的海岸線 一覽無遺 大風度 看我的髮型就知道它有多嚴重 這個風暴 簡直是完全比你百個風球那樣大風 真是不知為何 突然間突如其樂的大風 大風到鏡頭都不停搖晃 野樓豆腐石也是台灣重要的地質遺產之一 豆腐石大小不一樣 有些看起來就像一粒粒石頭 有些就像一塊塊豆腐 那個海真的很藍 我剛才已經很想去那邊的塔 現在我們要向那邊進發 野樓報道 全程約有2.5公里 起點就位於公園的西側 途中會經過到很多著名的景點 例如女王頭 豆腐石等等 但到達終點的觀景台之後 其實我們還在附近整個野樓地質公園的連綿海岸線 和海蝕地形 是非常壯觀的 剛剛我有幾秒鐘在想 其實我們真的不需要進來這麼遠 走到這麼遠 但是因為沿路的風景 其實也不是說有什麼特別 但是來到這裡 真是Oh My God 你看下面 簡直是奇景 野樓報道終點觀景台 是野樓地質公園的一個重要景點 連終都吸引了很多遊客來到這裡觀賞 在這裡遊客可以欣賞到 壯麗的海岸景色和奇特的地質景觀 還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和神秘 上來這裡圍著你的不是180度的大海 是360度的大海 而且你是不會見到海的盡頭 野樓特產街 是位於野樓地質公園附近一條街道 就在這個出口轉右 大家就會見到野樓特產街 在這個野樓特產街上面 還有很多手工藝品 甚至是一些手信、美食 都可以在街上找到的 今次野樓之旅正式完結 下次再和大家去玩 拜拜 拜拜 上來觀景台 這裏苦陷留下風 好